这个好 摘羊梅啊 就得摘下一颗就往嘴里塞一颗 这个是最新鲜的 这就最好了 哇 好好吃啊 其实上面还有 但我真的不敢把 往更尖的地方走 老师肩膀那边 就这边吧 对 我先吃一口 刘老师这吃羊梅 应该历史也悠久了 这个羊梅的话 他上林副理说过 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基本上像南方 就有些地方就开始种了 就是到唐宋的时候 基本上就普及了 刘老师一直在吃 刘老师啊 一会儿分解呢 刘老师 你刚才吃那么多 我现在补一补 真的会忍不住要吃 你以为我傻呢